依然縣遲緩的兒童早期療癒協會表示 輪椅輔具或是氣墊床 長期使用容易出現外觀髒污生鏽 輪子運轉不順 甚至煞車力道不足 所以必須經過分野清洗風乾 十萬縣臭氧消毒 最後檢查修理跟保養 來維持清潔衛生跟運作順暢 確保安全 那個酒精先消毒過之後 再浸泡一些 我們的被那個布墊 之後我們再做清潔的動作 那清潔完了之後 我們要用強力的冷風先乾燥一些之後 再進紫外線消毒 一小時後再進臭氧室消毒 經過殺菌消毒之後的話 就要這邊做檢測 檢測像這個輪理價值會轉的話 影響到安全問題 所以說要把它調整好這樣 協會表示 在萬海慈善基金會的經費補助下 針對弱勢家庭 身心障礙者以及失能長輩 免費提供道府再送輔具 進行維護保養清潔消毒上 好 這是我們從民眾家收回來的輔具 需要做一些清潔消毒 然後之後還會送回到民眾家 我們可以幫一些低收入戶 還有零有身心障礙津貼 中低收入戶的一個 生障者跟失能長者 可以清洗他們的輔具 那包含輪椅 氣墊床 坐墊 然後占地架 然後電動輪椅這些 我們都可以提供服務 那因為這個部分 我們有獲得萬海慈善基金會 讓愛閃耀專案的補助 所以符合我剛剛提到的 零有身心障礙津貼 縣內法定的中低收低收的民眾 都可以來使用 那全程的部分都是免費的 然後同時我們也可以到家裡面 去提供收送 然後以及在清潔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提供給使用輔具的民眾 一個替代的輔具 有任何輔具清潔保養需求的民眾 可聯繫宜蘭縣發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癒協會 來了解詳細的服務內容 宜蘭縣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